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都是在一种极度舍不得去看的情况之下 慢慢的听完了剩下了最后三集 这完之后呢就陷在了对云匪夫妇各种不舍的情绪当中 甚至对剧中云匪的一些明场面重复的看了好多遍 仍然难以出坑 只有任自己继续沉醉其中 闲时在从第一集开始慢慢的重新刷剧 调阅试等重看剧集当中所有云匪的画面 重新的品味一遍云匪夫妇的爱情发展史 有匪播放至今腾讯视频平台多放量显示 已经超过了31亿次的播放 而且尤匪从播放至今一直稳稳的 居于内地历史剧排行榜第一名 看完整部剧之后 从观众的立场在下边看来 这部剧就是最喜欢看尤匪夫妇的画面了 之前尤匪在拍摄的时候传出的 主演的一些戏份被减少 配角的戏份增加 这个在剧当中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也确实是这部剧的一个瑕疵 但是好在赵丽领和王一博的王乍姐弟组合 演技颜值和C配感爆棚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老戏部 和大部分的演技过关的演员 也算成功的调解了整部剧 下面说一下推荐这部剧的三大理由吧 第一推荐理由 人匪感情发展历程 超级甜美搞笑 外加罪灭心却灭中带田 特别的响头 赵丽领所饰演的周飞 从最初一个倔强经常挨打 得不到当娘的大当家的认可的演丫头 到认识了血影之后 逐渐被血影的性格所隐化 越来越自信机智成熟甜美 收视女王赵丽领所主演的电视剧 也从来都不会让观众失望 他所塑造的每个人物都是那么的成功 真实自然大动观众的心 第二推荐理由 最美最动人的吻戏名场面 整部游匪所有的剧集当中只有两处吻戏 每一处都是令人动心的名场面 重复看多少遍都不够 这个只有完整的看过整部剧的小伙伴们 才能够体会 第三个推荐理由 最美好最圆满结局的江湖武侠剧 以及最打动人性的插曲 片尾曲和主题曲 最后两集 云匪感情持续升温 可以称得算是全剧当中最甜美的两集了 这个大结局也给了追究的我们 一个圆满的武侠梦 后期黄衣飘飘的阿肥 南刀刀法已经修成 武打戏如行园流水 萨爽俐落 特别是最后一集 对于打神天术的这一段 刀的使用已经是达到了出神入化 看起来动作既美而又萨 特别的待见 穿红裙 转眸浅笑的阿肥 更是颜值爆表 美得让人心醉 正如歌词里边唱的那样 红裙一摆心醉 交融应飞称横眉 大结局非常圆满 谢远先带阿肥去了蓬莱 在岛上住了一段时日 闲了就跟阿肥斗嘴 矮打了就被追着满沙滩的乱跑 云飞的爱情着实太甜美 之后谢远又带着阿肥 去了所有的想去玩的地方 吃了想吃的美食 最后又回到了48寨 谢远在48寨教孩子们读书 阿肥则是负责教武 一文一武 欠傻旁人 自此过上了谢远之前 一直所下网的这种咸雅的生活 闲时他们坐在了喜墨江的小屋 谢远感慨 在万人之中遇到了阿肥 自己是何其的幸运 而剧中的其他人 也都有了好的结局 楚楚成了武功点击大家 李盛坚守了48寨 并且在武林当中 有很好的号召力 因何从成了公认的神医 李延和阳黑看就去了南疆 尤斐是一部值得乱乱看 越看才越像上头好剧 前面接近一把的剧集 平铺讲述了周斐的整个 江湖城角历程 以及谢远的感情发展历程 男女主互动搞笑当中又带着甜 从谢远为了保护周斐 使出托云长之后 就是剧情发展 就用到超虐心的环节 然后呢剧情也非常精彩上头了 除去最虐心的片段 多数是虐中带田 看了观众们 也是一伙跟着哭一伙跟着笑的 谢远斐呢 实在是看傻了一众的追剧粉们 所以还没有完整 看过整部剧的小伙伴们 看有斐一定要耐心哦 虽然开篇没有太多的精彩 但是剧情却是越来越好看 所以值得必追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